OK 今天是5月18号开始今天的石盘分享 今天盖着这边没有做任何操作 所以仓位还是跟原来没什么变化 今天比特币一度突破了6万7 我们还是看一下OKX这边 OKX这边我的仓位减少了800刀 原因是我把奥迪卖了800刀 我要去跟别人团了一个web3的教程 就是关于web3底层的一些区块链 然后合约编程 然后钱包这方面的开发的一些教程 因为我觉得是要在学习上进行投入 而且后续可能会在相关方向去找工作 而且可能会有助于自己投员 所以去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自奥迪卖了800刀 减持了一部分 另外就是这个钱包里面 这个Ref这个老鼠 从梅林上已经跨链回来了 就是这个持仓 这个依然跟原来 因为这1300万个是之前 从老鼠发布之后就是打的 所以这个一直是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之前是跨到梅林上 今天把它取回来了 主要一个仓位情况就这样 首先说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今天一度是突破了67 67459就是也是回了比较多 然后晚上来了一波小小的杂盘 其他的也跟着比特币有一点点回来 但是这个幅度依然不够 可能会需要到686970左右 可能才会对其他的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影响 今天需要去说的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关于某些机构去持仓了一些 我们可能去忽视的一些代币 第一个是这个FIL 就是这个IPFS的代币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link 就是预言机这一块 这个今天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们看一下出来了一个数据 数据是比特币 其实灰度的持商是在30天内是减持了 包括以太坊也是减持了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LPT 然后link 然后这个FIL这两个 特别是link跟FIL 这个会很明显 就是做了很多的真持 这个是机构的一个行为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机构是 就是美区的这些机构 觉得这个后面会有一些机会 甚至是他们会成为 这个上这些 这些标题物上等的一个 主要的驱动力 主要主要是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就是Solana在50刀的时候 灰度进行了真持 当时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关注一下 就是关于灰度真持的link跟 FIL这两个代币 虽然FIL 从200多一直炸炸炸到现代 就是之前故事讲的特别好 是我承认它的项目也做的特别好 在区块链存储这个领域来说是绝对的龙头 包括预言机link到目前为止也是绝对的龙头 可能pyth可能会对link会有一点的冲击 但是目前来说这两个项目依然是预言机和区块存储的两个龙头的项目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OK今天就讲这些 如果